因为过去几周以来我们一直在揭露这个盗国贼的这个问题 主要是先从海航入手 因为郭先生领导和这个爆料革命经历了六年的时间 一直到现在我们非常清楚的已经认识很清楚的 就是傅政华呀从傅政华呀到孙力军到刘彦平 他们到美国和郭先生交涉 都是郭先生掌握王岐山等盗国贼在海外藏里资产有关 这些到现在呢 就是从315郭先生被抓进去今天516 差不多就是两整个月了是吧 是吧 对然后呢 无疑也是郭先生掌握的这个几十万亿盗国贼海外资款是有关系的 至于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关系是一定在的 为什么 因为郭先生从2017年的时候一开始报这些盗国贼的事情 他就要么被黑要么被弄 后来又给他栽赃陷害弄了一大堆又是什么红裤衩蓝裤衩的 还有什么反正一大堆吧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有两段那个从2017年郭先生的这个直播当中的爆料当中啊 在这两段视频 我们一会儿会请导播分别放一放 我的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呀所有的爆料革命的战友呢都要加强加大宣传 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真相 并且要相信美国的司法部绝对不会是为了就是所谓的那个10亿 而那10亿里边绝大部分都在那个SEC冻结的呢 说他是什么为了这件事扣押郭文贵先生和王彦平女士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个钱啊对于SEC来说实际上就简直就不算什么大钱的问题 其实所有这些人都基于这个中共盗国贼的万亿财富 而且我们战友们呢都应该去拷问一下美国司法部和SEC 如果说这系列的投资是非法 那么中共盗国贼藏力海外数十万亿财富 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途径非法转入的 为何美国司法部和SEC不对中共的非法公司进行追查和扣押 反而客观上帮助王岐山等家族藏力非法资产 最后我们战友们应该敦促美国司法部和SEC 先让郭先生获得自由 用谈判的方式解决这数十万亿盗国财富的归属问题 这个要比现在这种流氓行径管用 关起来就好了吗对吧 所以郭先生是用自己的这个努力和这些年的辛苦汗水和无数次的直播 在跟中共和世界上的邪恶势力在战斗 那暴力革命的战友呢应该呼吁美国司法部 按照同样的司法程序去查查中共 王岐山等盗国贼的海外巨额资产的去向 向世界宣传真相了解其背后所有的较量 祈祷郭先生和王女士呢早日平安归来